同时我们先来关心了四大公投案持续的延伤 蔡英文总统过去还是民进党主席时 曾经在林聪贤的竞选造势活动上头表示 政府没有把人民健康摆在第一位 不要因为抵抗不了外国的压力就忽略民众心声 也说民进党会全力的支持全民公投的连述案 但如今蔡政府呢 以台北的关系 CPTPP为理由开放来猪进口 真的有在乎人民的食安健康吗 作为一个政府在对外谈判的时候 他有没有特别去注意到我们人民的健康 有没有把人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 而不是只是拿去做一个经济的议题来做交换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牛肉协定的整个处理的过程 政府是密室协商 没有透明 也没有跟在野党 国会 甚至于我们的民众来沟通 以至于就是说在公布之后 我们的人民反抗 反抗得非常的厉害 全民可以透过公投 来阻止一个傲慢而易孤行 而没有办法抵抗外来压力的一个政府 让他重新谈判 让他能够反应民意 而且能够完全保障我们人民健康的一个协议 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 民主进步党已经做成决定 也就是说任何民间 或者是民间社团 或者任何的团体 所发动的这种运动 游行 或者是全民公投 连署 我们民主进步党都全力支持 而且要动员我们的系统 来做支援 不要因为没有办法抵抗外国的压力 或者是说 因为他觉得国内的人民的声音是可以被忽略的 而不愿意去重启协商 而用种种的理由来阻挠这个协商 这样子不但会损害了政府 在人民心里的公信力 以及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也会对美国的业者在台湾的牛肉市场的利益 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 我国自购AZ上周六到货之后 有效期限只剩下不到一个月 买到极其品引发了各界的炮轰 而且立委赖湘林在今天一大早爆料说 中央早就已经过期的疫苗 而且最短的极其品的疫苗 这个早就被引进来了这个极其 最短效期比24天 其实还要来得短只有13天 根据了这个赖湘林所提供的资料 包含了这个AZ疫苗 来看到是呢 其实这个9月14号完成了封间3.1万剂 效期只有19天 还有呢 10月4号完成封间的7.8万剂 效期只有27天 另外呢来看10月18号完成封间的4300剂 效期也只有13天 立委赖湘林还加码爆料说 8月23号完成封间的高端疫苗 有效期限只有19天 当时食药署呢还在做安定性的实验 将效期延长到12月23号 陈时中解释说 由于呢这个高端疫苗是属于国产 可以经由实验把效期给延长 而且国际上也都这样做 每个疫苗都在展延 尽可能把效期来拉高 不过陈时中说 国际也是这样做 网友却很多人都觉得 哇 这样子呢 实在是无法接受 先带你来听最新的说法 今年的这个大概是9月14号的这一批呢 有3万1400万剂 400剂呢也是大概只有19天的效期 然后到了这个10月18号 这个部分呢也有4300剂的这个 只有13天效期 所以请教部长啦 你这一次59.4万剂 这个你是在上飞机前才知道它的效期 还是你早就知道但是你不能拒绝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般这个 大概就基本上像这一次 它效期相对比较短 上飞机前就知道了吗 那事先有跟我们问 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批大概 我记得是120到160万 这样的AZ疫苗 他说我们要不要进个货 那我大致上有稍微评估一下 我认为那样的量 我没有办法在效期内 那用不掉 没有办法 而且打的还有其他BNT 莫德纳都在打 那样不管是在民众的意愿 或者我们施打的量能 恐怕都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我们有仔细 大概把现在有的 然后这两周可能会用掉的 那再加上说现在的需求面 那我们认为大概50万左右 我们一定可以完成 所以你当时没有考虑到说 效期加上封签之后 只剩下大概14天 有 当然有啊 有考虑到 那你认为是打得完 所以你就接受了 对 那你有没有担心过 这个所谓供货不及之下 怎么会有到期品快要到的货来 进到台湾 你有没有怀疑过 因为我们在进来之后 都要经过我们的封签检验 所以你不认为有疑虑吗 yk宝萝封 不认后 反过来 不认为有病